大家好,我是Tobi 在德国有钱人不一定背着LB的包 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去有机商店买东西 是不是只有有钱人在这里才可以随便买买买?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一百块钱在这里可以买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只有13欧元,所以我们不要退个车 我们拿个袋子,足够了 德国人最喜欢的菜,腿无豆 在这里能够一公斤,两块钱 上次我们在阿里买的是一公斤 五毛,所以贵四倍 五个大的 多角很贵一公斤,八块九十九 八块钱一公斤,九八,七十二 三十六块钱一斤 三十五块钱一斤 一斤四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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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评估十块钱一 十欧一公斤 十欧一公斤 对,七公斤很贵 你看 一公斤二十五欧 西洋市一公斤五欧 四十块人民币 这个很贵 一公斤辣椒二十五欧 两百块人民币 一个黄瓜 两块钱 就是十六欧人民币 这里的高级菜也是很贵 茄子一公斤八块钱 姜一公斤九块钱 我特别喜欢西洋瓜 我们应该 买一口吧 一公斤五块钱 大概四十块人民币 有些超市里他们不要需要的袋子 他们都用那个纸袋子 你们看 面条也是很贵 一包差不多三块钱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尝的 自尝的产品 这个 一包要差不多一块钱的 鸡蛋特别贵 你看 一个鸡蛋五毛 比普通超市的鸡蛋贵四倍 牛奶还是不贵 虽然这是一个手机超市 但是 一瓶牛奶 一块五毛 就是 比普通的超市贵两倍 买一瓶牛奶 在这里就 果汁水什么什么 都是活力品 他们不要醋料的 好一点的水 一瓶一块一毛九 就是比普通的超市贵六倍 但是今天不退车 所以不买 太重了 五毛九其实 不是很贵 你看 一瓶有机的 四块钱 这个便是 32人民币 德国人特别喜欢这个 本地的苹果汁 就是五升 七块六十九 肯定好喝 还有有机的鸟 要不要给莲娅买一把 一瓶牛奶 雷亚已经不喘牛 上次我买的鸡腿 非常便宜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也买鸡腿 在这里 两只 两只八块 八毛七 我们还有钱吗 买完这个腿 这可降解的塑料袋 对啊 可以 回家看一下 我们买了什么 所以生活几天 不是你那一大包 也不是13块钱的东西啊 好 这是我们在有机超市花 13欧买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很贵 但是 也不是千价的价格 如果你们想看 减价潮湿的视频 你们就弹幕打个 888 为什么 有机菜很贵 这是第一 因为很多的有机菜是很低种的 所以人工费用很高 第二 农药喷得很少 所以 产量也比较少 虽然有机菜很贵 但是 有机菜 不仅 对你身体很好 而且 对环境也是 很好 拜拜